鈴萍 一開始大家都想要得到些什麼 所以我們一放音樂 Và舞蹈家就上升了 我說不要 我不要舞蹈家 我只要看到你 其实当我们很专注的 你再走过来 日常行为走过来 对我来讲我就看到你 其实这次工作坊 跟自拍很像 我很希望是大家 在我们对话里面 然后在一些舞动里面 你自己能够看到自己 然后用自己的脑袋 去拍这样的照片 能够在你脑海里面 可能是很个人的 我记下来的这一刻 因为很多时候记性 大家在跳舞 群魔乱舞 跳完之后就觉得 你知道自己在发生什么事吗 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就是很累很爽 对 可能我们慢慢地找一个技巧 能够看到自己 等于说我们在动的时候 我们能有另外的一个眼睛 或者自己能够看到我 刚才在做什么 就是我们现在 把这个肢体 放在眼睛 我们在用 这块的肌肉 去表达 所以在我的概念里面 任何一个物件 它都可以舞蹈 甚至我们的一个眼神 其实也是一个舞蹈 舞蹈应该是一种概念 它不应该只是局限于跳舞 因为舞蹈也会有一个发展 我们从追求技巧 然后再说到走心 现在其实在世界上面 还有另外一般人在探索着 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舞蹈 其实什么才是舞蹈 在十年前 可能你看一个演出 比如所谓前卫的 它一个半小时的舞蹈里面 它可能就是一个 慢慢地蹲下 用一个半小时 哇 那观众又翻桌了 什么东西 可是对我们专业的人来讲 这是更难 如果你一个半小时 你就做一个动作 你怎么去控制自己的肌肉 你的整个情绪 你怎么去hold 是很难的 所以我也想在这个舞蹈里面 甚至我们说是舞蹈 可能它已经超越了这个范畴 我们通过一些稀微的动作 或者经验 能够发现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在冲凉的时候有个冲凉操 主要现在我们这个年纪 你能叫什么 就是要踢臀部呢 那肯定有个后身腿 就是一边凌云 对对对 完了还这样 手也上去 完了这样就是 胳膊也要保持有肌肉 完了以后我收这块 而且你知道我股价特别大 我就要把这两块收好 完了以后这块最容易涨脂肪 完了以后腰部 就是踢腿 就这样一做二十又二十 就这样 一直都是坚持来做 其实我是这么觉得 小孩会让我 以前可能更主观 完了以前可能 现在以前父母给的那种东西 很深 当小孩出生之后 你也会用父母的那种方法来对他 完了你发现那孩子好倔好怪啊 完了你发现自己很有问题 完了那时候开始看蒙斯坦索利的书 开始看心理学的书 完了以后开始自己想自己在他那么大的时候 是怎么想的 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 我觉得是 我觉得他是来度我的 所有的小孩真的是来 如果你真正把自己反对外的孩子是来度我的 完了你会让自己突然 因为当人有了感知和认知 会让你去感受别人的时候 你才真正的成 你才会真正的这种更敏感 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就是面对那些身体的疼痛 因为我好像没有经过生宝宝的那个阶段 因为有一个医生跟我说 因为有的是我落枕了 然后我去针灸 然后我说很疼 然后医生跟我说 你还没经过那个生宝宝 那个疼的过程 你就说疼了 然后我是感觉到自己身体上 随着年龄的增长 然后就感觉上那个对那疼痛 是越来越的敏感 越来越的很怕 很惧怕那种身体痛 就是痴痛或是损伤或是怎样 就是很在乎 我是以前是没有去留意到它的 我们是继续的在观察 我们在所有人里面 大家在奔跑的时候 他的身体状态 他是把自己打开的 还是开始有人在紧张的 刚才我说大家在留意 观察的时候就开始 有一些表演的部分 还站不稳 就因为我们都把一个壳 又放出来了 我们在表演 但是你是没有自己的 可是我们慢慢在加快 或者让大家 你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时候 其实你会 哪怕你像跑一样 有撞过来的时候 我们能够再控制自己的身体 其实从内在上来说 他们说女生其实比男生更坚强 对 对 更强大 对 其实从做妈妈之后 其实都要很坚强 但她在生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很坚强 对啊 其实可能就是力量方面 如果从肌肉什么角度来说 是不是应该是女生弱一点 但是从一个整体来说 其实说不定谁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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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期待啊 要结婚 嗯 对 就希望自己就是可以真的就成家啊那种 对 我觉得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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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东西可能我就好像有点自私了 我会觉得 诶死了 其实我是利用你这个工作方法来 你宣洩一下我平时做不到的事 我只是宣洩的 然后我就再在这儿再想起 其实我是真是想尝试触破一些框框 但是其实单纯我真的在这儿瘋的感觉 就是因为有 其实其实虽然我现在当然不觉得我自己真的很瘋 但是很多瘋的人都不觉得自己瘋的 我觉得自己正常 我妈妈就是不是很明白我做的事 她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什么人 呃 应该会 呃 现在会变成这样的 呃 这样 还有 她甚至会觉得我不是撞到这儿 是啊 那就是 她会用很多解释来自我 帮我解释就是 我应该不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前一两天 我就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让她认为一个很沉气的一段解释的时间 跟她说其实我现在其实就真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自然就是行 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样子 嗯 我们都有一个他者在里面 像她刚才讲的 她好像看到hiphop 哇 别人在跳 她自己很想跳 但是不协调 所以她就宁愿坐在这里 她不敢跳 因为我们有一个他者在 就好像这个wave 我要像这样子扭才行 然后我自己扭不了就错了 像20年前 我们刚刚有disco的时候 比如有hiphop 它很独特 那种肢体语音 我们大家都是 你知道吗 跳民族舞出 看民族舞长大的 突然间看到hiphop 哇 这些你会觉得很帅 可是现在我们再去disco 本来是个很自由的空间 喝多两杯 哇 但现在又有一个他者了 去disco 大家跳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他者 能不能换一换 当我们 呃 有另外的一个标准 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受这种限制 就是表面看起来好像 这东西他们互相之间的距离 所以是很遥远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全部都是能够 overlap在一起的 所以我在呃 上完那一年的戏剧以后 现在我在我的课堂里面 会用到戏剧的元素 那我会把一些身体感受的一些 一些练习一些活动 带到课室里面去 然后学生他们也会有 惊喜的发现 嗯 就是闭着眼睛 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人 在游走 在奔跑 的那个 学生他们说 有种像过 坐山车一样的一个刺激 所以我觉得 很棒 就是不一样的领域 会让我觉得 就是学习不一样的领域 会让我觉得很谦卑 他们会看待问题的不同的角度 但是同时我没有办法有平衡到生活和自己健康啊 这些职业和健康这两样东西 就是反正那段时间 就是反正那段时间 做到至少两三个月 然后就觉得很烦 很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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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觉得不理了 试一下先 辞职先 辞职先 辞职 或者可能 因为刚刚好是一个主持人 或者找到一些新的东西 虽然我现在还没找到 还在找到 因为以前的圈子很窄 就是上班那一群 可能以前认识的朋友 久不久 聚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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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城市里边生活几人 但是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我就觉得有点好玩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是女孩子 我可以对那一堆人看他而谈 就是完全像男士一样的生活 就是去世上的生活 男人会思考 想买楼啊 想买车啊 这些 这个感觉得让我怎么完成啊 我完全没想到一样 刚才已经蛮丰富了 然后八点十五上班 中间就十二点到两点休息 六五点休 下班 哦 看看我的鼻子了 昨天我回来的时候 它都快不行了 哇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 就本来我用这个给它取暖嘛 不要冷 就某天我充电的时候拔了就忘了弄啊 就突然回家开心 就趴在钢底不动了 之前有个老师问过 那你是 就是 是什么让你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装了一个男人的硬件呢 不是不是 你认识你挑战 我感激 让我怎么想到 你有尖 让我看看你的喉结 像刚才我讲的 我们在做一个很简单很天性的交流的时候 我们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情感 我觉得这个情感我们应该是能够去面对它 而不是去把它变成一个好迷茫的 伤感的 伤感的 不要用这种词去讨论 因为像我们喜欢一样东西 比如我妈 比如舞蹈 对我 我觉得就很复杂的 我不能够说它很好 它很坏 因为它那种复杂的程度就是让我又爱又恨 应该我是解释不出来 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的爱 很搞笑 昨天原本打算去广宴上芭蕾 我想说 真是难得爬起床 其实我前天回了澳门 又不见了帖子 我想说 之后我妈又不吵 然后很早起床回澳门 然后我又是那些 那麦麦常常都不集中 应该搭去广州南站 搭去嘉禾王光 你反过来再搭回来 我想说三个小时 麻烦你小姐 然后再一个重点就是 回到来了很不容易 我想说回到家 我已经想到警察局报室 我不见了证件 谁知道回到家 打开个桂桶在那 我心想 我妈那一层沙梁 你以后不吵小姐 我会觉得 你可否找清楚才告诉我 不见了 然后可以,这不是重点 然后再回到广州的时候 我想搭巴士 我觉得这几天 我锻炼了搭巴士 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想省钱 便搭巴士 我想说我硬的事 没有看清楚 谁知道搭了反方向 又浪费了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我经常会做这些 为着想达到目的 但永远都达不到目的 但可能在过程中 我不知道 蛤? 喂,可怕开门 开了 嗯 好,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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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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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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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